再按一次好了,這樣要開始了 好 所以我們看這塊基地的一些基本資料 就是風向 它大概全年一到五月都是吹東北風 就是大概三十度角的地方 然後只有六月的時候會吹南風 跟八月的時候吹南風 然後七月,它很奇怪,七月會吹西北風 所以這邊我有畫了一個詳細的每個月的風速 所以每個月大概平均風速都是每秒五公尺 但是它最大陣風可以到20公尺 每秒20公尺,18公尺 最大七月的時候 這都是去年的資料 然後七月的時候曾經出現每秒25公尺陣風 所以那個風是非常的霸 然後所以這邊有寫 然後氣溫呢,就是平均大概都是15度起跳 然後一直到七八月的時候會在25度左右 然後我有畫這上下的箭頭 就是表示它最高最低 這樣就是一個非常精細的圖標 然後日照呢,一到十二月 就是平均每一天大概都會有七個小時 六點九小時的日照會在 就是有充足的太陽 然後年總日照有兩千多個小時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雨量 這是去年的大概只有703公里 然後它雨季跟乾季非常明顯 就是它一到四月 還有十、十一、十二月幾乎都是沒有什麼雨的 然後但是五、六、七、八這五個月呢 就是它降雨都會集中在這幾個月 然後尤其是八月的時候 就是會高達三百毫米這樣子 三百一十一毫米 這是大概氣象的一些基本資料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暫停就錄一下